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然围棋频道 今天呢我们在这里继续为您现场直播 第29届三星杯世界围棋大师赛 半决赛的另外一盘棋 好消息呢是昨天是我们的丁浩是 完胜了金宇成 反正之前我们中国队已经包揽了四强 那么今天呢将是中国队的另外一盘内战 是由党一飞对阵连校 来为大家做讲解的是彭权棋段 彭老师你好 车姐也好 旗友们也是大家下午好 非常荣幸能够再塞到天然围棋 为大家讲解 我觉得最轻松的一次半决赛 是的 心情非常的愉快 今天这盘棋呢我想大家都反正也没有立场 我们丁浩已经把强大的小声拿下了 这就前途一片光明 如果是韩国旗友的话 可能半决赛的时候就已经换台了 已经是索然无味 那么怎么样呢 这次中国围棋呢应该说是一个大捷 对对 最大的一次胜利 也是为之前的一些小的低迷 画上了一个句号 之前小声有点猛 没错 这次终结了他的这个世界大赛联胜之后呢 我们也如愿的就拿到了冠军 是的 今天说的这两位选手呢 大家其实都很熟悉的 对对 打云飞呢是失业冠军 这次正在向他的第二冠发起冲击 还是应该是一次冠军 两次押军 就是进了决赛 如果今天再胜的话呢 就是第四次进入到世界大赛的决赛中 是的 丁浩的话已经是提前进入到决赛了昨天 应该说卫冕冠军三金杯 是不是他的一个比较有缘的比赛 有可能 非常的状态非常爆棚 昨天是完胜了我们的后期之秀 新秀金玉成 对 今天呢来看一看联校跟党一飞的这场大战吧 好 我们来看棋 这盘棋呢是由联校指黑先行的 这是真的有取 由于是三金杯 所以是韩国卫则是贴六木板 对 肖肖的话呢 和这个党一飞和阿党其实都是94年生的 今年呢是整30岁 对于对于阿党来说呢 这是第四次向决赛冲击 对于肖肖来说就相对来说有点惨淡 我印象中他最好的成绩是不是就是四强 好像他特别逗 他那个时候在国内拿了N个 头衔战的冠军 而且就是当时的时候这个小生还没有现在这么强 然后我们觉得当时的国内冠军可能比世界冠军还要难 但是他没很可惜的是至今为止没有一个世界冠军在手 对他的国内的头衔数是 他们这一代里面应该是第一名最强的 是超过了柯杰也超过了其他的一些所谓的士官 但是呢世界大赛他总是有点不顺利啊 去年也是在非常有机会的情况下 也是三斤杯 然后超超时赋予朴天环啊 哈哈哈 就是有点尴尬啊 哈哈哈那个忙中出错了本来已经抓住了老朴的一个机会 今年的卷土重来他的八星寺战胜了 啊我们另外一位这个中国的三次世界亚军得主啊 谢柯啊九段啊 但是老科的啊 这个可能进决赛都是要就第一次进怎么也得 嗯付点决费的这件事情 今天的话是他的就个人来说是他的一个好机会 是的 是的啊 因为说实话虽然还在下三斤杯 嗯 但是呢 实际上本质的内容嗯 已经转变成国内的内战了啊 啊没错 所以说作为内战之王的连向的其实是 今年我觉得是 就是如果啊从机会的角度真的是叫机不可思啊 因为他的年纪已经30岁了 对对对 大家也知道这个 顶尖的经济运动过了30之后 嗯 你的精力体力其实会不可避免的有一些下滑 但是我今天看到他们两位起手进这个半决赛啊 这个彭老师说的我就觉得哎呦 我很很感动哦 因为以前觉得30岁了好像就已经快就走下坡路了 但是我们看党一分现在等级分是第三啊 而且他是一直在往上升往上升 他拿第一个世界冠军LG杯的时候二十多名啊 然后来到十几 再后来前十现在第三了 所以我就觉得他这个既级状态我觉得再下了两三年最起码两三年 你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好 这个我觉得跟其风有明显的关系啊啊啊ird yo 那这个外号他说你随便吹啊就是 是不是世界第一关子我们不知道但是呢 这个关子呢现在在整个竞技的世界企团 应该说是独树一帜 那个他巴金斯呢也是淘汰了我们的选好 选功啊也是靠那个滴水不浓的关子 最后大概两目盛啊 那盘棋我看的都晕了 他们转换最起码转了四下 最后的后一百首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过了一百首之后好像接近于零失误啊 哦那太强了 这个关子没有失误那太可怕了 就是他有微弱的优势啊 一般人做不到 一直拿着这个微弱优势 那个旋风就没有机会那个逆转啊 啊那最后认输的时候大概也就好两目起 那就够了 那够了 那就够了 半目都够了别说两目了 所以说呢这个其实跟风格有关系 他的风格相对来说比较绵密悠长一点 所以应该说竞技状态竞技寿命什么的 也会相对来说好一点 如果你像那种大海大大沙的 天天涂人家龙的 这个计算量有一些计算量过大 还有就是这个弦崩的太紧 一旦那个反应速度下降 会很明显的 感觉到他的气会下降 这样的一个防守型风格的可能 经济寿命稍微会长一点 所以我们以前说这个下棋要先比年龄 那肯定是年长的一方吃亏 哎不一定昨天就年长的方赢了 对这个也也不是绝对的 对啊 丁浩赢了 丁浩现在的他是零零后 他状态非常的出色 丁浩是零零后 状态太好了 应该还没有这个体力问题 对啊 不过20出头就已经走下坡了 还不至于 嗯我们来看看这个下边呢 其实是一个 我觉得是要找档尼飞柳啊 啊他就喜欢下那个小 然后长两下 所有的世界大台他都这么长的 我就看多了 你都看到你看 然后这样对吧 然后他就要这样 这看好多回合都 然后就这么走了 人家要拖他也是长的 他才不搬下去 他也不搬对 经常这个也不交换 对对对对 就下成这样的 太多回合我看了 顶不顶我 没错没错没错 这是他独树一次的下法 别人的好像在白布局中 呃至少频率次没有这么高 对他基本上永远是这样一个新项目 你点一下他永远挡进去 然后就这么长 嗯 这个棋呢 其实从特点上来说呢 嗯不是说白的一定优势 对他其实就是简单 他比较擅长这样的下方 就是这个定势 他比较简单 他你走他就拖 你乖乖他有什么顶了 就反正就走个最普通的 嗯 因为对于阿朗来说呢 其实布局 他并不 他反正就维持差不多就行了 对他其实他是一个防守的财势 差不多就行了 我觉得他现在的棋呢 非常的明确 就是前100手呢 我 我不吃亏 我防守板击 我不吃亏 我尽量的尽量的拖着 呃吃点小亏呢 问题也不大 几个点 不是啊 就是反正别别崩 嗯 我100手以后 特别是150手以后 嗯 我再好好来折腾你啊 收拾你啊 对 因为他自己可以对他的关子 非常的自信 对对很有自信 这样的话呢 我们会看到 所以他很多的这些招法 大家会看到 都是标准的 像这个地方呢 其实更多的可能又会飞压了 大斜了 是的 就不许因为叫加的比较远 嗯 那你看他的下方啊 就是非常的 就是普世乌环 嗯 就是有一种呢 就是秀莫说我上我也行的感觉啊 这些招法看起来也普普通通 反正看起来都是差不多 就是你拆一块我拆一块 对他也 但是他下的也很正 就骑行下的也很 对对 很舒窄啊 但主要是人家收树墙呀 这件事情 对啊 其实我们看到了这个地方呢 黑的顶 然后下一步骑呢 其实有点意思 简单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他贴不上来的时候 飞机顶啊 一定要压出的嘛 这个不可能被封锁啊 就是其实我们常见的这个搬 嗯 是可以的 但是他在这一瞬间 他可能不太想搬 嗯 就是我们会看到 过一个这个形状 就和这个就是方向 我们可以看到 当他往往这挺的时候 整个就是左边的这个外是 特别左下的这个边 就相当于 嗯 有点隐狼入室 嗯 就黑席本身就是要出头嘛 他这里立一个这么厚 这么硬的一个头之后呢 你以后这个地方的扩张 发展 就很尴尬了 我现在已经很为难 我都不知道补哪 就本身是到这边脱鲜的嘛 就是走大大 那那人家随便就 对对对 这就逼进来太容易了 就说这个地方啊 他本身他这里拿一个外事 他是想在这个地方以后做点文章的 是的是的 就是如果现在班长就有点 反向侧对方的调子的感觉 就这时候就会不舒服 我想说的是 就这里其实我们呢 就是去选择这些定射的时候呢 嗯 其实想跟大家提示一下呢 就是你稍微注意一下 周围的一些情况 嗯 如果是一个空小空脚呢 那机器肯定就堂堂认认 哪怕你在手个脚什么的 嗯 那这里冲下来 你就立下就就气了 无所谓 所以说他本身是个定射 很不错定射 那现在的话 他就做一个微调 他是跳的 对这个就是我觉得是失业冠军的一个布局 然后他会根据一些小的结构 做一些微调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他如果在这里不觉得他也不会跳 嗯 那这里之后呢 在这里他可能也不会跳 就是说他在这个间距 他这里有一个打入 对 然后打完之后呢 这个形状是明显不如在我有讲的 因为这个地方有点漏风 嗯 而且可能会以后有有眼卫 有幕术可以便宜可以站 嗯 然后呢他也不太担心你去这里跳出 嗯 你跳出的话呢 他就直接从这个反方向 小尖 那比如说给我团出 那我们就直接把你封住啊 这个白旗好像看起来比较愉快啊 关键是呢 他可以照应到 左下的这个后视 啊 这里就是我们会看到他 他是根据周围的情况 他来临时随机的做一些 就是微调 所以这时候呢 呃 把黑旗的角度呢 所以实际他也就是往这边进行了打入 嗯 你再搭的话 他可以搬头 刚才这个和这个头不一样 这是硬的 嗯 这是个软头 这样的话就反而有点送控 嗯 而且这个搬到这个位置呢 以后依然嗯 可以的不舒服 那黑旗往这走起感觉不太舒服 对 因为有点方寒 对 是的 所以说这个 其实我们会看到两位冠军都是心知肚明啊 打进来之后 直接先向这边 是的 那天上这边呢 白旗也不甘示弱 如果是在这边进行一些防守的话呢 就显得有一点被对方牵着鼻子 对 他就往这边走起了呗 呃 这个黑旗显然是走在有价值的地方 白旗的旗子好像看起来没什么用 对 所以说他也是啊 反扣为主啊 就直接也先反打 是 开局来说应该说双方 还是下的都比较积极啊 没错 是的 而且这里也给大家讲一看 我觉得三星飞在 持续到这个阶段啊 因为今天其实是半决赛的第二场吧 嗯 好像我印象中哈 明天直接就是决赛啊 哦 这样的 要把决赛一会去下完 他就两步都下完 对 这样的话 其实下到后面 三星飞我像 这要比体力 我印象中去年也是 需要体力 去年下到决赛的时候 明显的行棋的速率和节奏都在变快 半决赛决赛 因为这些选手们 这说实话 这个精力体力就是一口气撑着 其实已经是到极限了 哦 他说实话这个时候 呃 甚至会出现一些 我觉得技术上的变形和小失误 就他这个节奏会越来越快 啊 不是 我是对进决赛 今天如果说谁进决赛的话 我觉得晚上应该去跑跑步 有助于睡眠 哈哈哈 睡眠睡好了很重要 第二天如果没睡好 这旗下出来完全不对积 但是其实不一定睡得着 这个所以说你要跑跑步 就觉得让你觉得稍微疲劳一下 对对对 有个泳什么的 对对对 这个有好处 有好处啊 然后倒下就睡了 要不然睡不着 你可能啊 因为你会反反复复的 在思考明天怎么下 没错 还有今天的棋 哎 我什么地方下 对对对 你会因为你明天马上就下了 对三一杯这个赛制呢 其实我们不说好坏吧 就说他首先对选手的要求更高 对 因为没有一次下完 他发光面面都其实比较困难 所以说我们会看到的 其实今天也是 呃 其实包括我觉得这个二岛 今天其实是有一点 就是一反常态的 就他原来他下棋呢 可能会稍微平和一点 嗯 今天我们看到这里上来 也是主动就打入去 跳 反攻 跳出来 啊 因为就耗不动了 我感觉就是 对 其实我们会看到八进四的时候 也是很明显的 我觉得能感觉到小生啊 嗯 他的那个力不从心了 我觉得能力 我是他从南洋杯开始 好像就马不停的 要不就赶路 要不就是下棋 要不就是在他南洋杯之前 是一路杀到决赛的 一盘没耽搁 然后回回国 应该还有还有国内的比赛 然后马上三星又一直下到这个 对 八强啊 很明显我感觉到他 而且他关键是什么呢 他的对手 每一盘 对 每一盘都很坚 都是中国的顶尖的士官啊 哪个都不好赢 完整是 还不像别的呢 有时候你还能对个稍微弱一点的 说说说摸摸鱼什么的 他这个签呢 包括南洋杯盘盘都是那个超级的硬仗 都硬的 嗯 所以他到了这个八进四 终于就感觉体力不止就崩溃了 没错 是的 我是觉得他南洋杯的那个半决赛 明显那个时候状态好 然后到了三星杯之后 他从柯杰那盘开始就明显 其实就已经 已经累的不行 柯杰那盘就已经是 对 明显是累了 对 嗯 这但是柯杰自己后面失误了 本来就是已经就结束了 对对对 所以我们会看一下三星杯这样的 也是非常考验选手的综合实力 而是先下来呢 跳起之后这步棋 我觉得很有意思啊 还很顶的一个 呃 不能让你拖过 这里呢 就是其实他这个跳呢 是有可能是为了这个拖的 我们来看看 如果直接拖呢 那黑戏我搬下去 一定要搬在左边 不要搬右边 因为搬左边之后 我们会看到 白皮没有选择 一定是断了往前抠 对 这时候呢 我们就有一个反断的机会 是的 反弯上就不行了 因为这有个子是个虎口 这样反断之后呢 白皮应该正常只能拐出来 可以简单的一个拍 就能把对方制住 这再逃已经没有意义了 没错 跑不掉了 不逃还可能损木 是的 给你拐吃呢 我们就先去介绍 这样的话呢 我们会看到的这一串其实 呃 白旗 所得有限 从木树上来说的话 黑旗还挺实惠 甚至是损失的 黑旗挺实惠 关键是呢 你的这个外式和这个外式 大家我们看到左翼的这个子 你一旦公布到这个子呢 这个外式实际上是有点落空的 是的 所以说呢 他这个地方呢 他就跳下他跳下看似是进攻 实则是为了拖过 对啊 就把黑旗的呃 连销 销销也是心知肚明 对 因为这里一拖之后呢 球再往哪边搬都是虎口的 对 是的 这个刺是没威力的 我们来看 刺一下的话 那连上就吧 我们就先把这个退回来 对底下连上 因为这时候出不开的 把这里也交到一下 对 大家一定要注意旗行的间距和位置 如果这个子在这 他可能就不会拖过 嗯 因为这一冲 掉了 或者是在这 他可能不会拖过 这一冲管就掉 但在这 离得远一格的情况下 但很神奇 就是冲不开啊 嗯 你再到我一反派一街上 还得不偿失 是的 头眉封住 脚也伤了 嗯 所以这个行 在这个大飞的间距情况下呢 他就要注意这个拖过 对 他实际上也就把它顶了 顶了一个啊 顶了之后 而且这边顺势啊 所以大家不要就顺手 我会有有的旗友 他喜欢跟着人家走 那一顶他就一例 那你这个例 你觉得这有多少价值呢 现在是吧 这个例主要 我觉得像这种例呢 其实我们我教大家个最简单的小技巧 就是你看一看你后面的这个间距 对超过三个 就是拆三的间距你就立 哈哈哈 超过拆三是吧 你可以考虑立 比如说我们往这平移一路啊 这样 那你多半就是 就超过三格了嘛 小于三格基本上就拖鞋了 就不立了啊 因为你在立的话 太缓了 哪怕你再为他扒一下 因为这里他损失不了多少空 所以这里有个小觉 三格以上呢 你就不用想 肯定是立啊 就是三 就三格间距了 你就可以考虑立了 因为这里的 这个空还是比较大的 嗯 三格以下呢 基本上就不用动脑子了 就就说拖鞋就好了啊 就除非是这块会死 只要不死 就拖鞋 因为翻页你就退嘛 这里 其实大家看就这三四木齐嘛啊 这是一个很小 很我觉得一个便捷的小技巧 要不然呢你很很多球也没法 你到底是立还是不立 对 因为这个时候你按 你这时候 我觉得立还是不立 这时候你让我立 下时候又让我不立了 我都摸晕了啊 到底这种棋顶的时候立不立啊 我教大家个小子 看他就是超过三格建议你立 嗯 这个间距三个以下你就脱线了 嗯 因为他搬你就退嘛 对 三个以下就你这里 一定有个子 搬退的时候 这时候地方是一个湖口 嗯 是没有弱点的 你再立的话 这里木就小了 对 嗯 现在现在想象这个立间小 对 所以说就不下了 你就让他搬一下就完了啊 没多大 他也没有后续嘛 嗯 他跳你就跳过来 嗯 从这个时候我觉得能看出来 就是 好像阿老夏的我觉得 更那个简单一点 或者说更清晰一点 是的 这里还有个小 还有个小的细节 然后我们来看这里 黑的刺一下 也是把白 黑的白的走中 这个是一定是便宜的 因为这边没有挖断了 然后呢 拐针过来呢 也是堂堂正正 这因为黑白的 揪了左边嘛 右边肯定要给他 施加点压力 虽然死不了啊 但就是他跳这个时候 我要是给大家 嗯 说个小细节 就是这期我在 就在讲期间看齐的时候 嗯 这个时候 我觉得今天有一个不好 不是很好的现象 就是在这个时候 笑笑起 一个超级大场考 啊 就在这方下38首首 因为我们都知道 其实三斤北 我如果没记错 说话 每方两个小时 他首先不是一个 时长很特别长的 实验大战 就正常吧 就现在 哦 两个小时 如果你大场考的话 很容易就是在中后盘 没有时间 会过早进入独秒 像这种双方 就是势均力敌的战斗 先进入独秒的那一方 应该是非常不利的 因为你的 整个的精准度就会 肯定会下降的 对 一旦你出现一些失误 那就非常的要命了 哪怕就配个一两木齐 甚至都可以左右 决定比赛走向 所以说 其实时间也是非常宝贵的 对吧 我们可以用硬石碑来借鉴 硬石碑是两木齐 可以换了好像半个小时 对 是的 所以你按照这个 来 就是简单的来分析一下 其实 时间某种意义上也是木 对 时间就是木 这是于宾老师的名言 对 所以说呢 在这个时候 但是他下了一个大场考 为什么我这里要 给大家讲这个细节呢 因为这个局部 其实不应该做大场考的啊 为什么啊 我们来看看 其实白黑系基本上 就只有两种下巴 一种呢 是接上之后攻击 对对 这里冲是不可能的 给大家转眼 就直接 反而就直接就给针了 那你不行 根本就不用算 这是一个 这样就low 所以说你不可能有冲弹情况 其实你就只有两步 可以下 第一步就是先接一下 白的必接 然后你再想怎么攻 这就破他眼 第二种呢 就是你不接直接攻击 对 这也是可以考虑的 就是这两个下法的区别在于什么呢 直接攻击的话呢 就放生 就像这块鞋呢 就我们就不去太多的去 对就死活了 嗯 好处呢 是这个立下来做这个角空比较大 我就纳闷他在长考到底到底考些什么呢 对我我先把这个讲完嘛 对 然后呢接的话呢 好处是直接把对方掩灭掉 坏处非常明显 这不起 首先上面这个地方防线有点薄弱 冲断是很明显的一个 第二的话呢 下方其实有一个虎的架 你会非常讨厌 对 是的 也就是说接是损捕的 但是攻击力会更强一点 跳的话呢 或者直接罩的话呢 相对要柔和一点 也就是这个地方 其实你只需要评估一下 就是我为什么说这呢 其实这个地方 为什么不该大厂考 首先你就评估一下 你破眼能不能吃死他 这个棋说实话就长这个 这个样子 说实话 做一个职业高手 我个人认为 不需要去太多计算 这个棋基本上100%死不了 因为这里吃他就不容易 那你吃他不可能的情况下呢 其实那你反推你的 你接的概率其实就已经向价价了 也就是说你的所有的目标 也就是公鸡拿点便宜 那公鸡拿点便宜 为什么我刚才要反复的吐槽他这一点呢 如果是公鸡拿便宜 你们想 其实这个地方 我先不说这步棋或这步棋哪个好 嗯 就是他不可能说因为这步棋 你就是哪怕假定我们假定 这步是对的或这不是对的 你不会因为这步棋一定不会崩溃的 这个棋 这就叫典型大同小异嘛 那大同小异的地方 你大长考干啥呢 他纠结 我也想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长考 这好像可选的地方也不多 你只有一个场景需要大长考 就是你觉得煎碗能啥 能吃他 那你大长考是有就你的这个长考是有价值的 那也也许他想吃的 但是实际上这个没法吃呀 这个这有个刺你要跳他一贴 就是我们整个就简单的一贴你肯定只能扛住 要不然就挖挖下去了 你扛这里我一靠就怎么吃 都根本就防都防不住 嗯 挖挖不动 而且脚上是不是可以先点他 他有点了飞 对呀 先点他一下他觉得我觉得好好难受 我说的是外面他封不住 里面还一直还有这个隐患是的 所以说这个其实不可能吃的 你如果招来这 那这边他随便一个大肩膀就出去了 就肯定吃不了的 所以这个其实 我反而复说的是我说实话 我看到他搭场考的时候 你感觉不太好 我的直觉是今天笑笑有点紧张 这应该是我觉得他最好的一次 证明自己的机会 这就是其实下的是国内杯赛 如果怕国内杯赛四进二呢 我觉得他可能没有那么紧张 我觉得明显就是还是心里有点波动 而且他到了这个30岁就是客观来说 你还能坚持多久你自己也不知道 世界大赛说白了这个晋级的难度 大家都看得到 你哪怕强入深圳序 一年也就可能进个一到两个 大部分时候也是翻车的 我是看他有一段时间 他老是后面打勺 打勺的次数有点多 这就是我觉得年纪不到30岁的一个明显的标志 但是我看到这两盘棋我没看 因为前两年关注的都定号的棋 但是我觉得他现在成绩这么好 都快快进决赛 我觉得这个地方的大场考 一步之遥 对 但是说明他状态不错 很明显是心里心里有点波动了 就是你照理你就是这么点事 你赶紧走 因为这盘棋照理说 一定是一个半长拉锯战 你应该攻不到他之后 左边要处理 然后双方可能要靠戏起 本身你的对面是世界第一关 对吧 世界一关 你这个中控板本来压力就巨大 你如果再没时间的话 你怎么想 很不利 确实 连向他的棋风 我们大家都知道 他就是擅长攻击 就是那种 他是更偏攻击的 他那个名字叫什么 大刀往前冲 小时候有个大刀向前冲 大刀向前冲 啊这特别 特别刚的那种 对你不要看他那个 刚的厉害 你看他长得丝丝稳稳的 对长得帅的 其实 身体可狠的 所以我经常举例说明说这个人不可冒想 连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你看看他的 你看看长相 我觉得完全不怎么回事 所以说是很对 嗯 所以说我这里啊 他这里应该场考非常非常久这部企业 这个奇迹说实话 很担心他今天的心理 嗯心态就是如果 其实这种高手之间对决心态的波动是致命的 对他还是要保持一个冷静的状态 其实呢 他可能客观来说 我觉得还是不能接的 嗯 他接完了这棋 我觉得这个外面这棋型 会否则被人冲断怎么办 杀气杀的过非常勉强啊 我觉得是杀不赢 但只要这里没接就冲断的威力就会小很多是啊 其实放生算了 比如就随便跳一下 就跳一个啊 然后从上记它这个起的硬硬硬硬了这个硬硬之后呢我们看到人家靠断这是一个很明显非常明显的一个小的很多手段 这人家这个刺是决先你什么时候又都不要把它看成这个人家刺是先手对但是呢这里有个小技巧就起码千万不要去先刺的 因为先刺你的后方你自己的棋子会受损所以说我们当刺是先手情况下我们直接断就好了没错我们什么时候去刺呢教大家一个小技巧这时候你再去刺 刚好一扎就掉了他一借你一吃一吃对对吧你非常确定到能刺断出来因为它不可能接上面的你一冲它那个四个直接被吞了是的所以说这种棋呢就大家先不要刺你可以默认刺是先手所以我们看黑器的下方呢也是默认这个刺是先手这样子打然后再把这个接住打吃那这样的话有一个问题就是白器就突围了没错白一突围之后虽然黑器的中间 能够按住两个但是我们会看到 我边这个紫其实已经受伤了这看起来好像是不太有力啊嗯是吧如果白的胸壳一点甚至就可以再尖一下啊尖一下再搭啊尖好像黑的得硬 然后再搭尖一个他难道能不硬吗好像这不能不硬吗对啊我也觉得是而且这个情形如果外面很厚的话你就立完了半毡吧全是后全给它搓回去就完了 搬搬搬户都是决心反正他他都他是一个断头金跪脚这是著名的死期对大家可以自行的去那个摆一下就是说这个形形状好像尖一下会更好再靠可能我感觉会更好一点 但是其实单靠也很充分了就这时候我们会看到因为这里飞不过的嗯飞的话中间这个两个就掉了而且是线手掉了这里是不能飞的我给大家摆一下那这两个子掉了这肯定不看关键是线手断了你还得补脚他只能爬过然后这个太痛了啊这挡在一起你还得接三三接上那黑的白的线手隔两个这个黑的受不了啊没错 这太大了吧这个啊所以说他他只能是补在这嗯我这好像已经比被煎熬就强一点了稍微强一点但是呢从对这个子的角度呢全部看到了虽然是左上角好像强了那么一点点嗯但是呢左边好像就 是不是更危险的一点这个子是不是得赶紧处理啊但是这个他怎么处理呢对啊这看着好好奇怪就我们假定他这时候往那边踩一个啊哪怕别把这个头给摁住这时候大家会看到非常尴尬这个字因为你要做活你可能得去上这种招法啊这个太损了这个这个这个就下不出手啊这边人家跳完了一半张也下不出手啊这缩的人没法看了然后你这边你这边走远呢你也得往这边走往这边滑 的时候呢我们也知道这个著名的一个斑了虎嗯这个脚又受伤了对就算我不不收刮你我拐牵手对也受不了所以说这个起好样到这里之后虽然看似这个只是能活的实际上把它已经救不了了嗯因为你去救他的话你得用这两个两边都得撞两边一撞好像这个已经都两个脚就扑了就算中间能活好像也不转是的而且被各种搜刮也也受不了嗯所以这时候下到这里呢我 我觉得好像看起来白旗就某种意义上占据了一些 确实白旗现在很不错因为如果左边我们假定啊最终黑是黑的街上来的比如说飞过来嗯你不去做做活的话那左边就这条边已经来到将近30目了嗯那30目的话其实我们仔细看一看呃开个玩笑说全盘黑的有没有30目都存问题啊哈哈哈哈三个脚也就可能30左右那中间这里显然是不够贴木的嘛白的最下还有个脚呢是的还有条边呢嗯 但是这个确实不好火了就算你能进火你也下不出手所以这个其实好像就下到这里之后就显得有点乏力了感觉黑气 那就是说究其原因看起来当初的罪魁祸首就是这两部呗呃我我个人的感觉就叫你这个我经常说到一个俗语就是参考出凑几 哈哈哈哈哎越是这个大赛越是什么半决赛决赛好像参考的就是结局那都没什么好像都都偏不好啊没姐妹好那种大大参考对吧这个是从历史的数据来看确实是好像应该下的更再果断一点这个地方应该是想多了啊或者是想给对方极限的压力但实际上呢最后到这里之后很明显没有什么明显的收获嗯大的收获所以呃 我的感觉是下到这里之后白旗还是不错的啊关键是左边没法处理的那这个子如果说现在不能动那黑旗现在应该干嘛了呢都不知道该干嘛我说接上个人建议还是先接住是吧接住呢白的大高率会飞过来是吧你先接一下嗯然后呢这边再想办法进攻嗯再飞 因为这个地方我们仔细看如果你不接的话他断是决心对他本人就在拍过来你也扛不住这个长年也扛不住还有次就是这地方其实你不接的话你没有什么棋可以下嗯如果你真的要硬攻这你也可以考虑这种推但是退其实还是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应该死不了白人白的嗯对你这个就是呃齐俄门可能觉得这种齐有时候觉得威力也大但是你要对面是事业冠军的话就是反正他肯定会稍微有点 狼狼狼狈但是呢你他活完之后你也没目但你吃不掉的话就好像其实也其实也没什么我们就是假定他全封住这地方是白鞋的脚嗯这个地方其实也没有什么收购嗯这个这个跳下去这这种齐你得小心什么时候对对对对呃一不小心就被反一不小心被靠一下就不太好办这件事情所以说呢这个齐呢其实黑器已经有点难下嗯是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阿朗靠的原因他甚至都不愿意去接他担心就是接不到或怎么样就他他觉得已经够了就靠一下挺好了靠一下让我这些挺难办的就觉得 所以说就好像这个齐要求发力 发力这个发力真的合适吗呃这步我觉得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要问好啊 但是实际上其实白鞋我觉得稍微有点着急啊嗯就是可以考虑先先守一步 先回一个是吧等你等你因为其实呢如果白的黑的先沾那白鞋已经很很开心了白的黑的再飞白的也是回的啊但回的位置你可以自己争取一下就说其实这个流程其实是啊我个人认为是黑鞋的权利啊因为现在你大概要飞嘛飞的话你你你回去其实这也就这样了 没有必要其实去折腾啊嗯实战的话呢这个是一反常态啊因为我们都知道阿朗的这关子很强对是但是呢这盘棋是主动去进攻了 拉起这里就没有手软他直接就动手啊他觉得你这个是不对的就告诉你这形状是有缺陷的你是不能这么下所以他才反击啊啊我觉得还有个最主要的原因 因为我们刚刚在莱志强我看了一眼他的那个就是这个现场的那个就是结的那个画面啊啊结的那个图片呢就是特别逗嗯那个党一边呢坐在左边就是哈气连天哈哈哈哈其实呢也不是他打哈气应该就是太疲了太累了疲惫啊疲惫不堪 所以说这两步棋呢我的理解呢其实也是就是他也不想在今天再耗五六个小时可能耗不动了嗯想直接把你拿下他上一盘呢其实跟 宣号下宣功下的时候那很累就是累的不得了那个气虽然一看就很累虽然好像最后是赢下来但实际上中间的无数的变化对对无数的转换对然后那个关子全大关子 他还全对你想想他这个体力体力精力的消耗应该非常大那需要大量的就是大量的集中然后非常的集中就是高度集中然后那个集中还不是说一会儿两会儿还得好几个小时这个就非常对对今天的话呢面对这个如果我觉得是赛下第一轮我觉得他会补上嗯可以还有一种可能我感觉他体力有点不着急对体力有点不支了好不动这个嗯所以说因为他这么 一下呢接盘起一定是就往那个中后盘去了嗯 但是这个飞其实我觉得这个骑行我就冲断你我就我其实呢对我也想说 我还不觉得这个骑出他回一手呢以后还有冲断对我这冲断不是很明显吧这样觉得所以其实某种意义上没必要马上动出动出就黑鞋补一手其实还需要再补一手 对啊对从形状上他需要补两个手当然我不会直接冲断你我找以后我旁边就走好然后我再 对比如说我们是先迂回我肯定不会现在出断以后再在四级冲所以说实际上就补上呢我认为是不错的选择是的嗯冲断是冲的话实际上非常的冒险这个非常的呃有劲儿大家看的可能很过瘾但是其实对局的双方来说对摆起来说也是有一定压力其实是一个双人键因为这地方刚才呃球姐也已经说了给大家看就这里等于是把黑的自己补也补不好对不是一手补的好的所以你接受去 去拐出来之后呢很容易就是就是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你拐出来之后 你两个是出来了嗯那某某种意义上这两个断言对帮人家给补了嗯 就你也等于是付出两手棋的代价不然你到底需要一个粘一个补 两手棋取补两边那个断现在他一手棋都不用了因为你你自己突然 他顺势就给补了 这这个棋其实是值得我觉得 反复的应该考虑的哈哈哈他他他算是没问题的搬不住啊 就给大家介绍然后先打这个啊不次序不能错然后再虎卧 就把这个彻底给装进去了这个这个杀器是好像没法杀的就是 气这个外面外面怎么收首先这里长不住 然后各种的挖这里有一个跳大家看冲不断这里又冲 随便挖两下然后只要收起是两个一挖简单两个挖一卡脖挖一下啊给他演示一下 我们只需要这样 断然后再挖嗯这个地方黑漆的机器应该说是非常的不乐观 然后打我就接上接着我卡你脖子嗯你只要我再点你这气也太紧了大概也就是个五六气 收出来你能尝在这多半都得慢一气尝不到这就照到慢两气慢三气走对这个稍微小心一点就是这个地方别被他冲断就是他 稍微注意一下刺序就行了啊稍微注意一下这个刺序就是按这个流程走是就是你肯定是死的 所以说这个骑行呢黑的是绝对不能这么走的嗯这也是摆出来的底气如果这个形状行的话呢就不是事业冠军对面就不是党一飞的那肯定不会这么下啊就是搬不了 所以实际上还学能迂回就不迂回其他啊 这个推特就非常棒推特就其实这里是有有有断点的有些味道会白起来其实是可以考虑回头但是呢 不回头了哈哈哈人的视角呢他他不太有这种跳跃性的不是你现在回头的话就被人家搬死在去想象觉得自己下的不是行但是其实损失有限 哈哈哈我觉得一百个人也不会我其实甚至说基本没怎么损因为你本来一手在这儿的是你现在就然后这里这个打断是很明显的因为打断之后大家看其实这里还有一个回扳 在一般一般你包进去啊 其实损的很小嗯如果是拐在这儿确实得长对退在这儿其实是可以考虑不要的 就在这边进行一个防守啊然后你搬的时候比如说我先先攻你脚我有这个子轴我这飞其实一加你 其实这个脚上大家会看到反飞的还是有点来受 但这样的思路真的是你其实可能只能接接他可以接三三啊好都不是度的你力肯定不行了吗被我捅了 啊对这里有个子了吗所以说这个其实如果这时候能够转身的话这步骑是冒险的嗯还可以回头原来管回不了啊如果他管你长天是没问题但是退的话其实是可以回头的 这真的是有点意外但是 这作为一个下棋的棋手来说我都管了我这三个子我不跑出来我简直是啊这这这这我自己想想我都觉得有点过不去心理上啊这个可能会条件反射对对对不会往那想所以我不可能不跑啊这棋对但实际上呢这个子他站在的位置是是 对这三个子其实是没有用的对没有作用的你仔细看就这个子这两个交换如果你我们把它看成这样 他如果都要接的话嗯其实这两个某种意义上是有可能是便宜的嗯因为这个地方并不产生断点 但是笑到这部棋很有效 就是很有意思这个这个藏出来我看一下掉了 不到20个点16个点吧大概 我就是如果拐啊你肯定要藏那肯定必须得啊退其实是有给了条路的啊但是呢这个藏出来之后呢其实我们会看到这个棋 从子弟的子销的角度其实我我其实想说这个棋行其实啊那并没有 明显的收获或者并没有绝对的优势 这其实不能断啊打了一壶啊这是一个很明显这是一个超级陷阱超级陷阱是吧我还在看这个地方黑心怎么杀了这直接给你硬靠住了 不是这个就如果是打断就完蛋了啊对那这就完了好像贴不就不行这个就已经被吃直接搬了 每条路不行最多只能是搬提一个是的是的 气只有三气这边那不行那不能断那不能断那有点惨所以说所以说不能下这个我们刚才说的其实这个棋到这里之后是 就是白气是有压力的对这现在好像看齐有点乱了这至少是因为这边我们会看到你还欠手齐嗯 所以实际上他应该也补了一个吗他是跳的啊跳这个对他跳这个他补了一个吗因为不补这个挺 非常严厉对那这时候呢 莫名其妙的其实把黑的在这边连招了我来接的时候说白的要飞的对这个子的压力 左边的怎样就变小了 是的是的 嗯 这这一串其实下到这 我觉得白的是不转的 而且呢说实话 本身 打一飞的风格阿朗风格其实不太需要攻击 早知道还不如不 对因为也有些数据支撑啊数据给给我们的那个 这样没有是那个统计那么严谨啊我给大家说一下从 数据的角度呢好像每次挡一飞那个主动出拳的时候 呃最后的结局一般都是亏 就当他主动出拳去杀对方或者去吃对方龙了或者是反正 那个就他走这种攻势比较 明显的棋的时候 反而容易亏 反正这不是个好主意是吧对对他来说呢最完美的就是防守啊防守反击 啊对手错了他抓对手不错就平手进入关子 这个胜率应该是无限大对就他的这个特技术特点来说 他好像不需要进攻 那看这看起来他就不适合干这个他就应该把 其平平稳稳的 拖到后半盘 对他就是说白了就是把旗下等你来攻对对对你攻得到呢 那个那你有你厉害但实际上反而基本攻不到对 攻过平手呢他反而也分到关子了而且在攻的过程中如果你勉强攻 包括我们刚刚其实他第一个拿到优势这番技也是 就是因为他强攻就是效尔强攻嘛对啊 防守嘛防守守金然后就翻出来就领先了嘛其实他其实这个棋 不需要走这个 他还继续等待 对于他来说 更合适 像这里是被贴的时候这个棋 白棋是有巨大的压力的我们看到这里 只能是做一个横跳然后这地方又遭到黑棋的一个非常 应该是非常痛苦的一个次序 挡住这顶啊顶的难受了 哎呀这是这肯定是不能长啊 本手只能去腥味了长这一冲一冲就漏了对啊 冲一冲啊 本手只能去腥味但是因为这个哎 你看这以后再给搬斩一下是啊空都没了 非常讨厌啊这真是只能到这儿嘛 所以刚才这个子不跑也是有道理的我这二路搬斩先手你吃了其实木也不是响的那么大 我从这儿稍微削一削如果他连接的贴罐当不大对刚才其实主要是你围到这儿就差多了刚才不是该黑白的想对对对就是我们还是反复我想反复说这个管其实并不转啊 嗯他其实把左边的空都 粉湿掉了 然后而且这里还有一个压力就是其实白的黑的点过来 这我怎么觉得危险啊对甚至有危险对这个底虽说我就说有压力是的 他直接呼过来没准跑不出去有可能就算跑出去也是丢盔系甲嗯所以实在呢他 做了这个防守 就是相当于防了这个点 先出个头嗯那如果头但是这边就垮了 我们看到这边冲一个 这怎么办连续的拿便宜这简直是 非常的难受的断打 这里接不到这这回去上面也不够了是能这样 哦这下的好难过呀 反正要不你就反打 嗯 反正大同小异 反打的打住 反打他长呢 长就算了 他应该也是体可能反过是吧反应反打幕稍微好一点 黑的应该不会成这里已经弯四了 嗯就这里 他虎视先手 是的点不进来这也点不进来 都活了已经活了所以说这样打好像目数会好一点 白的黑的也是体 好一点点那如果能包住的话这个感觉应该比这个好一点啊但是好的也有限 实战这样穿好像又亏了一点点如果能这样打能包住好一点 嗯那这总之是个大同小异 三个线索被提之后呢 这边再被黑的压下来其实再下到这里好像 这个起一点都 反正白起已经没有优势了 而且大家会看到其实白的没有收获啊左边其实已经 这个木已经不在了 只剩下一个非常 刚才我们吹雪说就非常小的一个颠了因为这个斑间先手嘛 其实这个斑间也有先手 对对 反正大概就20木以下了吧 十几木齐嗯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一串是没有拿到空的中间这一串 黑棋还实在提了三个子先收获了五六木齐嗯而且这三个子大家仔细看很重要 他提完之后呢因为他下面这有个盐活了 他已经进活了他永远不用管了对 不用管了之后黑棋 就可以集中火力 围攻你的右边 对对 所以下到这里其实 呃这个棋好像 应该说 反正白起不见得好 白的不优 嗯 拐出来好像有点冲动 是的 而且也不太符合 阿党的一个技术风格 有点矛盾 然后这一串的 直线的进攻 提现出我觉得笑笑的一个 敏锐的一个 擅长利用变气景做文章的一个技术特点 这方面确实挺强的我觉得 然后再这样盖过来 好像似乎 这个时候 白的又甚至都我觉得有点危险的 反正看着不 我不觉得他优势了 这期对 现在二路飞了一个 飞是历史遗留问题 这个就是接的时候就一直存在的一个非常讨厌的骚扰 大家会看到 为什么刚才反复也是强调过这个 因为加一下的时候 真的黑的非常非常难硬啊 就是你比如说你如果立下去 他这时候他不会在上面动手 我就在这里随便走一个走一个 你这里有隐隐约约有个棋 网站就要长了 但你补的你是补在里面的 那又不肯 你就算补在这也不一定抓这边我还是先手 现在是哪里便宜 这个地方被加掉其实也就损失这么一点 所以说这很讨厌 如果你是接了他有度 有肩顶 对 你你立的话呢 他这边有先手 如果你最强硬的是加 但是你加的话呢 我们会看到 这个脚上的味道会非常非常差 他一反加 你这不能搬 他打了不先手 你只能立 立的时候他在走这边 做别的 随便随便扔一个这时候 你还是会陷入到刚才这个困境 嗯 你补吧 这补的很不舒服 你不补 不补也不行 甚至你自己以后杀气都是有问题的 不补的被人家一虎三三 我觉得他本质上呢就是你当你去补的时候 其实白旗已经能拿到便宜了 他已经因为这里他本身损失有限 还有他以后这里跟你弄完之后 没准还有收起 要收起 这可能性很大 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加你一下 你确实很难办 你其实这也就是之前为什么说不接的原因 不接他一冲呢 顺势一力就没事了 实在选择接触 但接触的话也是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隐患 我们会看到就是大家千万注意这里不是镀的 白的去下一定不是直接镀的 因为直接镀会被夹住 虽然有关子便宜 但是 他并不致命 他最致命的是他可以从这横顶 对 尖你一下 尖一下他下部要镀然后这里要搬 你就比较烦了 是的 这个挺讨厌 他尖着一下在镀你的脚就全没了 你这时候搁他就搬关你也杀不掉 所以说这个地方其实某种意义上这个脚 就是我给大家摆一下 其实就已经是最强的飞的应该是挤住 挤一个 但挤住的话呢 我们会看到这个形状其实就已经是个打结了 从局部来说让他度过 你只能是夹一个他家主 我反夹然后成打结 你只能挤持开斗 如果结材有利的情况下呢 这个其实 非常非常严厉的 大家看到 是的 没错 因为提完之后甚至这里带上把黑的全死 嗯 所以这个棋其实脚上已经压力巨大了 所以这个飞了二如一加这挺讨厌 这真的是 你没法下本手 你没法下本手 这招 我不能退吧 这个退了 就是本手的话呢 就是如果如果是纯局部来说 那已经先亏了好多了 这只能收在住 我那那不能请吧 这不能这么多 只能说就是从局部防守的角度 不能这样吧 哈哈哈 好像靠就是被一加难受了 对 就只能是缩在这个位置 然后下一步再顶过来 哈哈哈 分两步子 你既然你去脱就没威力了 我回来里面啊 病的话我先手了 就冲了几次一下 然后上面这地方也硬了 嗯 就说本手应该是只能缩在这 那我这当初还不过不接了 我接接让这个 我觉得我这 骑行下的这么难受 那所以嘛 我把你冲一个我就一立 我才觉得我踏实点 我这脚围的还挺舒服 所以这个骑就是难受 你说二路一飞怎么那么难过呀 这下的这就是 其实接的时候就已经残留的 一个是的 一个非常讨厌的一个余威 是的 所以下到这儿 飞的好像 也立不下去 就实在选择接回去了 这时候按了加 嗯 这个骑 那黑骑稍微有一点 公式有点乏力好像对 这也藏不了 这又冲好像 嗯 哇这样又给你冲断了 所以 那这个时候黑骑应该怎么办呢 这里 嗯 这又很难办这个 不是太清楚 嗯 但是局势我觉得因 因为其实如果黑的白 不动白的 黑的鼓打问题也不是太大 就现在这个情况 就是如果你要持续再进攻 这条龙的时候 脚上这个顶三三 会成为一个巨大的隐患 嗯 是的 自保的话 其实还是有余的 黑骑不是那么担心 吧 我看这里推荐的找法就黑骑脱线 直接靠新位去了 或者是那次刮脚 就就反正就去干别的去了 呗 就这地方你攻也攻不好啊 应该是在攻就乏力了 啊 这攻不动 其实从人的视角呢 我还想推一步 其实这个骑这步也很大 贴过来是吧 白骑像一个泰山压顶吗 嘟嘟嘟就全了 你哪怕贴一下 贴一下它挺长吧 这个不能被你过来 你就正硬贴两下 嗯 那好像再挂起来 是不是感觉好多了 你就直接扳头 嗯 他长两下 那你就已经比他贴过来好多了 那或者你贴的时候 我就手和脚算了 要不然就 那把黑骑就在 在想办法再换工 啊 就说总而言之这个贴是个 大家看到这是个机场 嗯 因为你搬完之后 这地方气是紧的 你连满不了 对 你只能退 那他一路向下 那就贴过去了 这个地方就成大控了 就是你 我觉得实在不行 把我底线贴两下 对啊 你手脚 那我就算拖先 你也过不来了 嗯嗯 那这样的话 你藏了以后下不行我就飞 嗯 就算我不搬你 然后我再想办法 攻击你那个大龙 挂一挂 甚至我再去 呃 左边这是什么搬毡了 什么这里清 就是挤压你 嗯 这时候其实我感觉黑骑是能下的 对 黑骑三个脚有30多目啊 然后拔三个到这里其实已经40目了嗯 然后我们说左边左边其实不到20目的刚才你说了 所以黑白骑也没多少空不到20目的话这个脚10目加 这里不能数空吧这里能活就不错了是的 也就30加30加黑色的以前小40了这其实嗯 应该是一个军事啊 其实也差不多这个胜率显示呢就呃就黑骑这部骑如果不下的时候是30多但其实跟开始差10个点的不是事 基本上就是只差1木齐对不是事这个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笑容这个骑已经大大流改观应该说是或者说是机会很大 缓和了很多了比前面的局势对前面的局势最糟糕的时候就是被人家打回来的时候 其实8点无所谓嗯 因为搬完之后黑白的也打不了这个搬磨搬烂其实大家看到其实这两部骑吧怎么说呢就 我可以说它是一部其实没有太多营养的一部就双方的一个 无效的交换哦因为白的不可能去拍的拍完就漏了我给大家摆一下被人家一冲怎么办这一冲就就漏掉了 是的一摘就龙就死了挡不住的教大家这你千万不要硬撑不是结的问题它二路一拐哦 这个结就是那个连珠炮的连环枪然后搬个起盘就没了啊所以说这个骑是不可能打的不可能打的情况下呢白黑的搬下也就搬一下了对 然后黑的去骑呢也很乏味首先也不一定提的回去嗯其次就算提回去了你都不知道便不便宜这个脚又薄了就送人两个眼所以说呢 这部搬倒是无所谓 搬不搬其实跟刚才我觉得差别很小嗯关键是下一步下一步 质感应该是个拜托我觉得就从鸡盘骑的就是走走向上来看嗯他他搬完了他突然跑去搬毡去了这个骑 在这儿搬毡这个也挺意外的因为正常来说我们一般人的思路是觉得这个搬完了是不是在那继续行骑但可可能 一时半会他实在不让应该走哪不到走那你走走别的呀你得出个头走别的呀你觉得切太熟你飞也行啊你得出个头呀这地方 你得出个头让他守这个脚呀然后你再搬站对 那搬站他一般来说正常情况下是先手但是你 嗯确定你确认你得先出头啊你中间出了头对吧这里我刚刚说他打不了打不了可能会就会这样打一下他就就就这样了他就这样打啊你把这两 不下来嗯交换了因为下不你这挂脚肯定大的对对对就哪怕甚至直接点了就都有可能你把这两 不下来你再去搬站对吧那这个骑呢我觉得双方的这个差距应该是忽略不计的他不走你慢慢断他走的话呢断一个的话啊就是说黑棋断的话白棋就挡下来呗那也没什么是吧我就说你啊你如果走啊这不我觉得黑白的就会硬应该会接上啊然后你这里再刮一刮嘛嗯 比如说这个最经典的一个小间啊手术你把它刮回去嘛对把脚杀他就不现实这脚太棒了这样他顶不了了嘛嗯这个斑没了顶不了了他只能镀那你脚也安全了嗯让他吃回去之后你再慢慢下呗这骑其实我们会看到白棋也就30多一点嗯这显然是对自己的手术没有自信 你欢迎有没有自信啊这个骑得这么下你脑还在这样吧骑得这么下问题在于这个地方被白棋贴过来非常致命这个这部骑绝对我想说就是这个这部骑太致命了你好像只能这么下了就这个骑大家会看到就这被贴过来怎么看呢不是说这个骑黑的优势多少对 不这怎么能被贴呢切的话你全线就被动了嗯这里其实我觉得 其实这里有一个给其他们讲很多其他嗯不是你看AI那个胜率的问题对因为人的话你需要一些明确的 招法让你有后续的连贯的思路 像这个你被推完之后你就全线被动了哈哈哪怕把AI说这里又打住全部 然后打光之后你依然可战啊但是其实人你很难下出就是这里最佳的打住的最佳手法但是呢你如果这里是出头的啊你后续的收数你反而容易下去因为这个骑它 它是一个均衡的嘛嗯你这个被推之后准盘骑应该是 全线被动你这里断不致命啊而且断一个这个目数问题吧他就他就很挡一下啊使他再挡一下对啊啊 他不做那么点事我觉得这个骑的斑针不知道向下是怎么去规划的但这个地方这幅棋实在是太重要了这幅棋过于重要因为你被人家贴过来之后你你就看你这个地方这这这这怎么行的首先呢你不可能去拖先拖先他直接就直接指使你这个要害了大家看你这里马上就要掉了如果你拖这个断了大家会非常明显的看到这个棋已经崩了 全是全是没有演的这条路只要此路不通他随便这里啊我看到白鸡可以随便下一个就是这种 如果你去挂脚的话他随便包扎一下然后直接点在这口要害 那你那块骑你整块骑好像都要死了这这这条路是不不通的啊 就算你就没想能苦我这边也残了所以说你这骑相当于他贴的时候呢 是一个命令棋你只能跟着硬那根硬他顺势一推说实话这其实我觉得太难了这个感觉黑棋 非常的困难说实话这个不能被压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夸张的 嗯 一个实战或者结局吧那我觉得对于棋友们来说就是你们实战的时候如果看到这样的棋你压过来 带着对人家的威胁围着空这太愉快了这件事啊所以这种棋绝对不能错过你作为黑棋那方你是不能被人家压过来 这就是大家得知道经典的顺势啊对对这个太难受了这确实是那这骑下到这儿的时候这是第94首啊 那么呃目前形势毫无疑问对白棋比较有利 虽然说胜率上来说也没有说就直接就不行了也没有那么严重但是确实是黑棋很难下了这期啊 后面很难操作这怎么弄啊这个 我说接下来稍微等待一下对我们休息一下吧休息一下看看笑笑有没有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去破解这个明显的一个 呃这个劣势啊 是的是被动的局面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见 啊好欢迎回来啊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呢是第29届三星杯世界围棋大师赛的半决赛啊是一场中国的内战由党一非直白对联校啊刚才呢刚刚摆了这个非常决定性的这个贴啊贴到这儿了这个黑棋实在是不太妙就看起来感觉啊压力非常大啊看看笑笑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啊能够流转这个相对我觉得比较被动的局面没错 哦关键不是说一定这个 会劣劣多少关键这个局势就是 这个地方如果你进不去的话那肯定不行的刚才我们看到这里只是给白的鼠的拾木齐吗对对对你这个我们能看而且这里停不下来 这也不能不硬啊不硬被人家这个走过来的话那简直是没法看了对方一路向右啊 一个一路推向推向这个你只能被动的继续 硬如果不硬的话这个搬连搬也受不了 这搬了一连搬 这个就没法弄 全部缩回去了 关键是最痛苦的是呢我们看这里还有一个断 他可以先断 但断一下然后你只能打在这你由于眼位的问题只能断了这又被捶一下啊这就没法看了啊所以他只能是继续搬 先把这个地方先做火先拿个十十几目 对是的但虽然拿到十几目但是我们会看到由于白气连续的压迫之后就下到一个举施瞩目的超级大厂就这一步啊 拐下来拐下来就不但这个脚上先手断增很很痛快 跟我们刚才其实相半斩相比这个木数差别很大 差不差一个铁铁 关键是大家看到 刚才我们摆的这个是 我们秋季也摆了这个小 无聊角是个石木齐的角控 现在如果假如这个地方进不来的话 那这就叫不可计数了 我都不用数了 他基本上就从石木膨胀到可能40木 而且这个拐本身就有价值 对这个拐完了半斩先手 半斩完立完了这个就著名的有个点 然后有个一路立了 还要被刮 对对所以我们都被收拾了 所以说这里的话呢 现在就相当于如果进不去 这盘棋直接就 肯定要结束了 这肯定得进这这太大了 这不能全是白起的了吧 但是怎么进好像似乎 看起来也很困难 我看着这个推荐的招法 看一眼他他说这棋他说要进这 要先把这个点了跟他交换 因为这个刚才彭老师说这个尖 其实很严厉 他点一下 我觉得更多是不是以后有不可能 偿出来搏命啊 有可能 就这个其实我已经判定形势不利了 如果只是点了尖的话 其实 我说句实话 因为这个点了尖是只是对右上有好处吗 对 防住的这个尖 对 但是对 右下是肯定没有防住的 你这样子他肯定吃回去 这一两个铁铁铁铁 就是不是他残留一个 拉出来搏杀的机会 就是 这里我还算了一下好像似乎 我是看冲的时候 他是不是只能单挡挡住啊 然后断的时候 反正这里 直接杀好像感觉黑的有点不利 但是呢 不是百分之百 就是这个地方好像似乎有点 有有 一搏的机会 对这样的话白起大概得先沾一下 然后这个肩在这儿度过 对 刚才那个图 再说反正 依然是刚才那个图 哦 就是说他点一下呢 就是说如果你直接往回缩呢 他留一个大关子 你如果接的话呢 他先刺激看这里有没有搏命 这边的话呢 说实话 其实他要这样进去 他说这肯定得进 反正得进去 这边的话呢 这不能全是白起的 嗯 说实话 我的感觉啊 就我现在我虽然我没看嘛 我不知道该怎么进 但是我的感觉我觉得笑笑已经 感觉有点撑不住了 就自信有点不足了 是吧 因为这个其实很简单 如果他 他胸有成熟的话 我觉得他真的他不会去搬战那个 嗯 就他很奇怪 就这个压不破 过来之后 其实像刚才其实 甚至你不贴嘛 你就随便挂个脚 其实也行 你先扶挂个脚 比如说白起先肩顶的跳了 嗯 你哪怕再拖鞋 那这里压过来也没那么厉害 现在就最尴尬的问题就是 就是我们摆了这一步啊 比如说把肥子拔了就随便走一个 我也不知道 你在这里怎么做两个眼 就是这个全都问了 好 是吧 那他可能就这样吧 我摆一个简单一点图啊 不知道这样能不能行 这个感觉压力很大 我我这个应该插的哪合适啊 对你猜我就这边 你插着我插着 我插我插着 我插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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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对对对对对啊 我你咋活的吗 不知道就是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我这么具给大家讲解呢 因为其实双方的压力是完全不对等的 嗯 就说这个地方说实话 哪怕你折腾出点棋 白棋这里扳张完再把这个回来 走远这个回来 白了肯定 不会崩溃这个棋最多就是小亏 所以那不至于这崩溃肯定 白了肯定是能还能下 就看这个地方 他能不能就是利用上面的这个段 这冲完了 我把这个先断一下 然后看看这几个段三个段 重视个线手给大家摆一下 这三个段能不能用上 看什么时候把这个先断了 但是你直接用感觉是比较困难 好像这里也杀不过啊 这个棋 而且你是打完我是货的 也不太行是吧 觉得直接走应该比较可能 那我大概只能用这种贴之类的 看看能不能 这个地方说实话 双方的压力是不对等的 嗯 白棋其实某种意义上 哪怕你苦活 他依然是一个五五开 因为他这部管是本来就有巨大的木的 嗯 他其实 白棋就损失了这个地方的大概八木棋 就是我们看这个方块 对吧 这里你肯定是沉压的 嗯 你本身自己挂也不可能那么苦 嗯 他损失就这么大 他这个管其实已经差不多回了八木了 这个班长绝对有八木棋 是的 所以说他其实 无论于它是个五本买卖 嗯 就是说你你全部活了 净活了 这个棋可能是五五开 但一旦你错一步 那就完了 那这排棋就当场就结束了 就直接结束了 所以说这个棋好像跳到这里 这个这个图很难下的对 嗯 所以作为黑棋来说 我看他实战下的是 我感觉还是应该先贴一手 嗯 这个棋完全给自己再增加 他先冲了 但是冲了一下 有一个问题 他把自己气壮井 冲也有损的可能性 有气壮井 但是他不冲呢 其实某种意思 他也不敢先掏 嗯 因为先掏的话 实在不行的时候 白的可以这样 啊 他来不及了 也就吃了食木多一点 如果上面确定死干净的话 白的可能就连退两个就 退 反正他鼠青肉木够了就行 他就全线退手 嘛 你所以说刚才说 为什么要先给他说先刺一下 是有道理 你如果这样 他就全线退手 这个也不要了 你真死干净 我觉得他肯定够了 这他全线缩就行了 所以这个棋 为什么说要先点一下 先点一下 应该也是这个原因 你如果中间冲的话 他怕来不及了 留下一个长的拼命的手法 是的 就可以牵制白棋 但实在没有点这下呢 直接冲 冲挡住 然后断了一个 他就看这个地方 感觉这两步骑没用啊 这两步骑 如果这样就有用 那白的不直接就崩溃了吗 这几步骑感觉不便宜 你应拐的话 这条路是不通的 白的一直长就行了 他就一直退嘛 就退到他的腹地里 你这里也没眼 这这点完要干嘛 断完断完其实这边的味道没了 对 他一直强调要点那个 但点那个的话 如果说白棋回去的话 他 接下来打算干什么呢 我也不太明白 这 我觉得这个还是得动手 我觉得这个局部一定是 暂时是没骑的 因为如果有骑的 黑的早就动了 那跟这也没关系 是的 一定是就是尝出来白棋 这个问题不太大 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收刮 但是不会动到 动到死活的问题 他可能也担心 如果说你不走这个的话 人家先走先动手 那可能更多的 也许也是防守 因为这个尖其实不知道怎么挡 他先动手怎么弄 这个 是的 这个尖 如果说刚才摆的那个图打结 的话 那这个结打树 黑气就全线全部死掉了 是的 真的是全部死掉 现在路都没了 当然是不是还有这种可能 他他是不是有这种可能 他要尝一下 还是搬一个 不是他尝一下 有没有这种极限的这种可能 就是那有可能 他尝一下他再回 有可能 就是这样的话 这个 这样白棋没活 这样他的眼不够 就是当这个棋 我摆的比较粗糙 我突然他不定是管好充挡不住了 但这样的话 他如果是这边厚的话 或者别的地方厚的话 他好像就是有 那我就找尖了 比如说这样子就强杀 整个强杀白棋的机会 当然这个现在应该估计杀不掉 对 黑的自己眼味有问题 有这一点一点点什么的 但是就是他有这个 就是类似这种强杀的这种可能性 就是比如尖在这 然后再补上脚上 硬杀 可能是点为了这个 如果不是硬杀的话 那好像这个钢拐是拐不出来的 嗯 因为黑白棋只要一吃到这就两个眼 对啊 所以你第一手必须得挺 你只有挺才 一直都没下这有机会 但是我的感觉呢 是这个局部 他肯定是尽死不了的 就是白棋 那要杀不得不容易 就是这个冲断也许又是问题手 就我想说的是 你冲断完了怎么办呢 这接下来的问题 其实他直线上来说这个断其实更有用 断的话白棋是不能吃的 就被打的长过来 他只能单接 然后你断就再又利用这个断 所以说刚才这条路我觉得是对 就感觉做活的角度这条路是对 是 我就在想他就 就这么直接一点 假如说直接来的话不知道能不能行 先来 这样就硬 硬来 太直线了 这个觉得 然后 那边打下去是吧 打下去你拐一拐一拐一拐 感觉差一点 那我就搬了虎呗 那感觉稍微稍微有点累 这样不知道能不能行 这个招 看着白棋的旗形也不是太好 感觉 还是很太损了 这里 因为打结火好像也不乐观 这个白棋好像那个斑斋什么都是结 我这个如果说我这个力能先手的话 力有先手的味道 多半不是先 多半先不着 因为自己气好像也也不多 气有点紧 虽然我也没几口气 但是感觉黑气气更少 因为毕竟我还是有个大眼的 对 你就算点了牌我给搬住 我接住 就我还是有思无可欺的 所以好像感觉差一点点就直线的话 所以可能需要这个位置在额子 然后再这样这样断 但是我觉得他应该走这条路 他他选这条路好像很奇怪 这条路是不通的 你接到这之后这地方已经没有借用了 这我觉得实在是不能像行的样子 就算活出来一点 我都不认为他能行 好像感觉就是枪法有点乱 这感觉不太对 真是因为这里管不出去的 对 还是得下面做问题 在右下可能先动点什么脑筋 因为把黑气总得动脑筋的 不动脑筋 对肯定是不够 你肯定得这里面肯定得想办法进去 X2他是 所以很尴尬这个气好像点 点这个 点这个输刷感觉太普通了 太普通了是吧 而且他也应该直接先点 那要怎么不普通一点 他还是要 嗯 用这个段 嗯 你现在这个段没有的情况下 人家这一透你怎么还 嗯 你如果先没走这几下 他不一定敢透的 因为你这有个段 这个好像断起来比刚才要厉害一点 如果他搬你不就有点机会了 你搬了顶持下 这个点不就有机会 就说你要不走你要不你先走吗 你接下来先别走 那我再断这个 再断这个好像就成立了 这样就是 至少他点不到这个位置嘛 你这一顺就下来 嗯 他最多到这嘛 到这呢 大家也看到这个 掩合器完全不是一个一个状态 你只要搬了打 甚至一度打都是先手 那你这边就有机会活了 是的 你现在把这个断掉 再点那上面断没有的话 起碗下这一透 你你这有啥用啊 我感觉枪法已经断了 感觉就好像一下子也不知道应该下什么 或者就是说被压过来的时候 掏了两下 就感觉是 压过来说已经不太感觉不太好 啊对 但我后来想到一个之前的伏笔 可能就 这个就解释的通了 其实可能一下要没时间了 是的是的很有可能 因为像他们这种就是直线计算 攻杀特别厉害的人 这是需要大量的时间来集 因为我们 在这个地方几个地方都看到他 你说是他前面这个就大长考 这肯定是还有一步是大长考 是在中间的时候 应该是这一步 那中间这个地方也是大长考 然后应该是在这个时候辅助的时候 嗯也是不知道怎么走 也是在长考 所以这三个地方长考完之后 有点不够裹断今天下期 应该是没时间了 这里面的计算就来不及了 来不及做这些计算 然后独庙如果压迫凭感觉走 那这个期显然明显感觉枪法有点乱 所以按照这个走势的话好像 又不乐观了 没关系 虽然说我觉得联校也是94年跟打一飞一样的嘛 毕竟他到现在还没有成家 这是个好消息 我觉得对于要专心下棋的棋手来说 他没有成家 我觉得无论如何这个专注度还是要高一些 稍微高一点 我想是这样啊 虽然说打一飞成家了一个还有小孩了 但是他还是可以保持这么好的状态 所以大家都 呃就不要就就老是给他们说哎呦 这个最近是不是分心了 或者怎么样 你看人家有家了不也下的很好吧 是吧其实还这么厉害 从这盘期的发挥来说 我个人觉得其实他们双方的就是历史战绩 应该是55开 但是从这盘起我我们可以看到 阿朗的这个世界大赛的经验 应该明显更丰富 没错 他的这个表现 他稳得住 而且明显是更稳定 对 特别是心态上 他稳得住 就是刚才其实也说的 虽然他也发力 但是呢 他没有明显的恶手 就明显给你 就像这个地方 我觉得没贴就是一个明显的 但是人家这个一清二楚 你不走我赶紧就贴过来 这还用响吗 这件事 我说笑笑的 对对对 这个被贴过来 是啊 应该是明显的一个还手感觉 特别是大局上 到后面这几招好像应该也应该先点 就只好让白的点进来 有点顾忌 啊 现在的话好像这里已经凉了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好像 这看起来是黑 其实没有用啊 这些都是 他他是这样下 他是中间先刺了一下 对我 我说我把我对你摆那个实战 我就说 你说是这个地方要下的变化 如果继续下的话好像没有用啊 这这个没什么招 他到这他可以 我随便怎么都不行 对他紧你 我扳也行 紧你气也行 我看你怎么都不行啊 就规根接点还是这里没用上这个地方 就他这里如果冲不下来的话 他最多只能顶一下 那顶一下很明显这顶一下是没用了 这里呢怎么可能做两眼 顶等一下就冲上去嘛 嗯 就不可能有点看这个就涨上 也不可能有两眼 那没有两个眼 那他这个这咋办啊 嗯 他就刺了往这先飞嘛 他看这能不能找点机会 很明显就是一个是关子了啊 我们看白旗非常厚实的就把它拔掉了吃 啊这里应该是其实说话直接照也 不知道能不能火 但是很明显 白旗就是打印费已经觉得自己有够了 看到吧 这里应该下非常的有经验 然后你虎下来的时候 跳影 他把你这个二路夹防住 嗯 你再走 他这一反刺一关门你就死了 嗯 你不走呢他虎 对吧 其实你是肯定不敢抖了一个 这不敢了呀 这就被虎死了呗 嗯 那这样虎死 其实装进去了 从这个被拔掉 到这里 其实黑 黑系几乎没有什么收获 嗯 他就冲进来这么一点点 这个 这样我们会看这块地方 这全部守住了 这基本上 基本上也将近有40亩 是的 这也太大了一点 就是有40亩 嗯 那40亩换这个8亩 等于是这块起白黑白的围了30家 嗯 那是不可想象的 本来我们说是 这样子是一个军事嘛 嗯 为10亩是军事 现在等于是为了一个30多 关键是这还是奉送一个班战 又奉送 简直为了40亩差不多 这班战也巨大 你为了40亩的情况下 你只是靠这个段 把左边破掉 这肯定是不能挽回这个损失 左边最多有20亩 所以说这个时候其实就已经从死控的角度已经崩盘了 基本上 这一串应该亏了10亩是有的 对 那个脚还没 这件事情还没交代清楚 脚的话 白起已经不可能去动黑起了 由于这里已经明显 反正我已经够了 破例是紧目的 因为刚才我们数的是贴进来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 时控是一个军事嘛 这样的话 其实左边大概黑白的掉20亩 这里围的30多 这个班战 基本上有个贴幕的价值 就点白的围的40亩 黑的破了20亩 那这里 也就是说只要白的不死 大面积的伤亡 接盘起就结束了 这个中间是怎么个说法 就是就飞了长一个就行了 就点就行了 就点这个 更稳一点 点这个等它挡住 你再顺势一场 那么就炒 那就很简单 因为在这有可能 还有可能 万一他 万一他有扛 点是永远扛不住 他只能贴你顺势一场 是的是的 那这我还能 我也好多呢 是 我这班战先手 如果虎住的话 最起码有 还保过底 还要10亩 这最起码 如果班战完了一虎 肯定10亩 肯定 所以说其实这里破没破掉20亩 都不知道 没人还不到 这这一串下完 应该说是可以 我们可以 就是某种意义上 可以恭喜 这个大英飞 大英飞 已经 至少是 十分之九只脚 踩进了这个 决赛 可能还有一个脚尖 还插了一个脚尖 整个身子 加那个脚都 手脚都踩进了 还有个脚尖还在外面 就是看看 现在就是看看上边 有没有可能 把黑旗点完之后 能够孤注一致 能够反杀 我们看到 也是看到小小做到最后的努力 他去这先挤了一下 这个应该是打僵 对 是的 这个时候作为 联校来说 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经冷静下来 直到这个 骑不太行 我们就该冷静了 刚刚的这个 孤注一致 冲 冲是不行的 一路冲下来 挡不住 但是他就是在这里强杀 小尖 那白旗刺一个这样能杀得掉吗 呃 能不能杀掉是一回事 反正 反正 反正就是对对拼 打枕 然后黑的白的渡过 这些火一个 他不虎的话已经不行了 不虎的话 他本手是家 那我觉得二路一家 的话 这里应该 你还给我打结 还不会吧 这里进不来 啊 好像已经 这个结白的不可能被打死 我觉得这白旗本身结就有 对对对 这里一堆的本身结 这里一爬了一家 啊 这你你虽然跟我打结 我家还要爬 我觉得这 结火了 全部都是结 结火了没有 我甚至会被有可能把他都 所以他 这个期他得先虎一下 他虎一下的目的是为了虎完之后 应该是他先冲一下 嗯 冲了他先 先刺掉 然后再夹回来 就是 但是呢 很明显 哎呀 已经没有机会了 来 此时的世界第一关子 是一关给你展示他的防守了 哈哈哈 你接两个字回去没用 他就哎呀 这个我告诉你们 这个为什么调侃二党啊 我说他是一关 其实他最强的 嗯 不单单是他的这个就是关子的手术 这种防守型的骑手 他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嗯 开个玩笑 一呢 他 他 不太要面子 哈哈哈 就是为了明齐他不会说是什么 他可以该退就退 对 该退手就退 这一点很强 他不会像一些攻击型的 他咽不下这口气 就是 你这你这让我不藏出来 我肯定咽不下去 这口气 就是说有些呢 哪怕是觉得这样够了 他觉得像这样 我怎么能掉这个尾巴呢 我要给你硬 我够了就行了呗 对 这是防守型的骑手一个比较好的优点 第二点呢 就是我想说从技术上来说他的形式判断 嗯 他的形式判断 跟鼠目一定是非常准的 对 所以一旦他认定他控够的时候 那你就翻不动了 就是并为不及掩耳之势 然后他就跑路了 哈哈哈 跑路完之后就留下你自己在空中 你是便宜了 你是把我吃了 那没有用 但是最后签字的时候我赢了 哈哈哈 对吧 我进决赛了不就行了吗 你要啥面子呢 这这 嗯 因为这里已经收获20目了 是的 这地方就算被你打掉20多目 我把脚炫了 嗯 我还是其实这个脚目看到也炫了大概10几目 所以说呢 我还是一个获利10目左右的一个状态 虽然我刚才获利20多 现在送你20多 对 我回来10多看似我亏了10几目 但是呢 我由于前面本钱大 而且我还可以抢到先手啊 我亏了这10几目之后 我把这块脚活了 嗯 然后我抢先手 我再去收获 闭上 够了呗 啊 这就是想的很清楚吧 这这时候呢 当他顶脚的时候呢 黑器是没有任何办法 只能先把这个接上 那你不能硬脚啊 被人家再一拍吃 啊 这个真的 我觉得看到这几部期太绝望了 全部要了 对啊 这个都都不要了 我气了 就没有便宜 黑器真的便宜吗 便宜 便宜便宜 便宜了 这里有 我在算这个务数问题 这块有25 便宜给你便宜 他把这个提掉 是吧 怎么也没有25 便宜是便宜 确定他便宜 但是呢 其实不行了 结束了 被人家一爬 这里啊 接上 不接没他就补这个 这被刺就是你说的 哦 他不敢走了是吧 这这这扎完 不活呀 对 接上完自己 所以我就在想他真的便宜吗 就走完了 这不黑器不全线死死亡了吗 已经 然后最后一个大厂 关子也被收到 这一点招没有 这个 你只能是被动的跟着走 他走的话 这就被断了 哦 哈哈哈 他是硬拼了 但是这个硬拼拼了 也是很徒劳的 就是本手肯定是你 应该你下了这步棋 但是他不能下了 一下这步棋的话 很明显 最后这个关子也会被对方走到 嗯 这样的话 就肯定不够了 嗯 他这个算是活了什么 我还在看着 你就走这个就行了 你就不要动脑子 你先走跳一下就完事了 就你你老是正想想万一 那个万一没想明白把时间都给用了 然后又看错了 对啊 有可能 我想了吗 我想我出一个他是怎么活的 我 你就是外面跳一下就完事了 他肩底在捅一下就完事了 啊 简单 在开玩事了 反正我觉得他是没活的 这个眼都被坐在 这个棋呢 如果是立的话呢 应该是就结束了啊 我可以给大家简单数一下 这块大概有18亩 中间大概有6亩24 这个地方有7亩30 嗯 然后这个是打通的 44234 可以白的黑的大概有678木齐 嗯 然后我这个大本营呢 我刚才之前说是41 嗯 如果没有变化的话是 还是41 嗯 我看一下 41就算双弯弯嘛 然后这里的话呢 白棋必然是有个45木齐的 456 然后这里4849 50 53 56 59 60 64 已经64 5木了 刚才我们会看到白黑棋最多 好像我数的是68 但是呢白棋所有潜力没算 对啊 这里扎一下这里还有木 然后这地方 打回来你都可能接不上了 所以这个棋呢 正常来说可以再走一个呢 就是一个盘面胜负 反正肯定是不够了 比如说你中间五一个 我一般人家 那就可能盘面胜负 是的 所以盘面胜负 许法输着一个天幕啊 这里是没有棋的 你家不快去的 这样我就冲掉 你这个是有个盗部的 这是一个盗包的 永远上去 所以大家不用去考虑白棋什么 弃紧的问题 这些打都是徒劳的 没错 是的 永远加不下去的 所以 如果是这么下的话呢 就是一个盘面胜负 必败 就必败了 所以这时候呢 联想拼一下 把这个接上硬拼 这个真的是硬拼了 这里面是一个打结杀 看起来好悲壮啊 这个 弯然后中了阿朗一个点 这真的就是个无忧结啊 真的好悲壮啊 感觉 对吧 他吃 不太一点掐吃 这个结是纯无忧结 然后而且版本也便宜了 完全的无忧结 便宜了两幕棋 打结呗 那就然后他就硬 他就那就是硬呗 没什么 哎呦 我说好难受 他人家都当这个当结的 哎呀 哈哈 跳当结 其实 如果是正常的话 已经肯定撑不住了 这个就这种时候 就是打结 作为白旗这一方来说 你千万别想哎 我不硬他 我看他能不能把我吃掉 你根本就不需要这样做 你就跟他找找结就行了 嗯 因为这个太难受了 嗯 可以接了一下 来一起团 把把这个研做出来 嗯 被的结材数量是很多 这些全是结 你这块团一个 我不能不硬吗 团完了 应该是他担心他扑 哦 担心他扑是吧 嗯 这里可能有 我估计有气景的问题 哦 是这样子 担心他 那个 因为这个其他他没有必要冒这个 他不需要你 你不需要动脑子的 不需要了 这里 肖结被跳肯定输了 所以他只能挡回来 他是扳的这个 扳了一下 就是牵手便宜一下 让他挡回来 挡住 然后白的梯节 这里应该就是 这个阿党 数清了 他就是走 结实啊 反正就看得清的下就行了 你你走什么我都应你 然后我就走关子 对 没错 我不需要那么复杂 然后我搬 一路搬一个 打吃 每一步都能提结 虽然少少结很多 但是还是非常的困难 不必要 然后给大家摆一下 提一个 然后黑白的接一下 可以的接 接住 提接 这应该是最后的 最后的抵抗 打吃 接上 提结 下了什么 看中间冲了一下 这都顺手的结 顺手结材 这断点一大堆 这 结材多了 点一下 然后 提 这里吃一下 不安打 然后都在提 然后黑的团一下 提回来 然后二 哎呦 这这都是白白来的 对断了 断了打吃 提接 然后 可以去铺这个 不是个障眼法吧 你提也一样的 其他有可能觉得损不 哦 是这样 那我就 这是个障眼法 一回事 但是有个结材 一路打吃 哈哈哈 哎呀 这已经是属于胜利宣言了 我觉得 就相当于这个跳过这个加都不能不应 啊 其实这也没几目了 对啊 就太小了 就是不够了 还得接 彻底的够了 是是够了 因为他没有 他中间冲锋这些都不走 大家看 12345 这块这个接也就是这个后手石木啊 所以他随便刮一点就 就可以 他要接上 然后白旗提结 然后黑旗铺了一个 把结撑住 然后白的淘一下 可以得再铺一下 上面 这里再铺一下 再铺一下 提掉 现在黑旗提结了 白旗继续淘 再淘 这都是免费的 然后提 嗯 230 231 乖冲了一个 嗯 这个是线上的 这个是线上的 然后黑白的反刺 提掉 然后黑 再刺一个 再提回来 然后现在 可以得铺一下 铺一个 提掉 吸 护一个 这都是不亏的 接上 都是白来的 啊 然后 提掉 可以挤这儿铺一下 嗯 像是要爆了 感觉是不行 一次都吃一下 打吃 提掉 他把这个提了 那都去哪找结去啊 退退是损结 藏了一个 退是损结 嗯 可以亏木的 是已经没有办法了 嗯 他终于他也找了个损结 他这个损的还好 他可以冲这个 哦 这里还冲了都是掉的 对 他这个损的 这地方是掉的 有线 白黑的这个一定是粉的 因为就 换一个好齐啊 换一个好齐啊 这个 所以接受 示意关的含金量就上升了 提掉 然后这个白旗断是吧 嗯 黑旗拐打再提掉 要不然不是 对现在是提了 那依然是这怎么找结 这冲一个 好 这个就是硬扛了 哈哈哈哈 冲 我马上就追上进程了 提掉 其他弯应该就够了吧 不够吗 其实没看明白啊 把吃 此处还有什么 此处还要他损 不是他弯应该够了吧 我们追上进程了 我给我给大家摆 如果弯 所以他已经让他整个消结 嗯 把这个抽了 吃了 可以的接住 我给大家说一下啊 12 14 16 17 22 23 25 35 33 38 63 这块是12345 6 6 嗯 这个是这样吃的 白的先提 对 是的 69 是 12 4 46 嗯 4 5 6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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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白的小胜啊 256 样子把这个接上也行 这里中间还有个恰 对 白的应该是盘 赢个两三目吧 反正赢的也不多 就赢一点 你又黑的拼了一手呢 强拼了10目 就本来是输 输不出盘面胜负吗 强拼了10目 这里其实没有割10目 嗯 这里只割掉了8目 对 所以说 这黑打还是转了一点啊 是的 那是不是就下成这样了 顶的话 应该是没有办法了 黑的只能削了 因为这个棋不能粘了 球嘛 粘的话就崩了 就这样下的 提掉 然后只能提 我给他解释一下 因为他这里 他没有办法再撑了 因为撑的话 黑的白的都不需要找结了 忘了一塞 对啊 你这不是越死越多吗 这不是个连环结吗 就就结束了 是的 你这些结我都硬了 没有意义的 因为你这是个连环结 所以说他顶在这的时候 就已经没有办法 他就只能消结 只能消结 消结 然后一打尺 打尺完就就差不多了 然后就是靠黑的可以打一下 嗯 然后把这两个接上 接上应该最大的了 嗯 现在 他先吃一下 嗯 然后接这个肯定最大 白的把这个接上 白起 接这 是吧 其实这个的话 可以其实是不把这个挡住 这里有一个吃啊 对 很大 嗯 这个挡住是不是现在已经最大的 还有哪大的吗 挡住有三 三目 这被你冲一下 先手 有先手味道 啊 对啊 太 没有关系 形状就 爬一个 爬也有好几 嗯 爬一个 爬可能也有 爬应该是个先手 啊 啊 爬可能黑的白的也会 对对应该会顶丢的 那爬下不亏 这样的话应该是输了 大概输 输的不多 呃 两三目 嗯 说实话 已经下的非常精彩的 这个硬扛 对啊 这个最后的顽强 本来应该是排面胜负 现在硬扛回来大概 三目起左右吧 他这个没接 总得接的 这个不可能 他吃了这个 是这个怎么可能比 这个大呢 这个已经六目以上了 不知道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五五三 这这不可能比那个大 他 先团 团他打两下 那不便宜吧 不是白的接上吧 这就是后手关啊 这里就插了一二三四 白旗可以先团一个 倒是 白旗不会团 白旗就接上就完了呗 是吧 嗯 他是接打 接打他提掉 然后白旗把这个提了呗 那那肯定是这样 这个就是不这个是一二三四五 至少六 嗯 六目还不止 对啊 这个一二 三四 提到这才七目起 两手才七目 那就就算你提到这我管 你也亏的 对 这个子不值 肯定不值一目 是的 所以说这个选择肯定是亏的呀 嗯 但是确实可能也不够了 嗯 就接的话 也不够了啊 可能也不差这一点 应该是一个三目左右的 三到四目 现在就三到四目左右了 是的 刚才是两到三目 现在就三到四目 一个盛世啊 这盘旗 这个这个打劫应该说是尽力了 嗯 没错 已经非常顽强了 顽强的把这个把这个十目接了之后 那个扛到了最后 这个白七这脚上是几目啊 他刚才提了几个 我都忘记了 哦 他是这么点的 他先点了一下 然后扑了一下 又扑了一下 这个也是怕扑的 只有六目吗 五目七就等于这样嘛 哦 二四五 哦哦是这样子 六七八九十 这十目 十一十二十四 三 哎呀 这样应该不行了 提完 三五三 他提他拐 这样就怎么都不行了 应该说可以恭喜二到的 嗯 我觉得应该是白七必胜的局面 我这是用形式判断看的 就好像领先还挺多的 我看 不知道这个形式判断准不准 不太清楚 这样的话小小有七十五 嗯 他给来到七十五 黑棋有七十五 我还可数了白棋好像有七十 那肯定啊 就这里已经回了 哦对对对对 本来白的是六十 我数的是六十五左右嘛 啊 现在是至少是七十了 你这个打到这了 这个可以提到一下是吧 四十五 这拐了 现在这个拐了 四十六 五十六 五十九 嗯 白的差不多有有六十九到七十 黑的结完好像有七十五 三四 十四 十六 十七十八 十九 二十二 一二 二三 二四 二五 二六 二七 二八 三十八 三九 四十 四一 四二 四三 四四 四五 四六 四七 四八 四九 五十九 六十 六 六 六 三 六 四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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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六 九 七十 白的就黑的 白线有七十四 这么多 黑的就是七十五 接完七十五 白的如果双接的话 这十十四 怎么了 没有了 五十一这地方 嗯 七十四 现在按了七十四 白的飞的会顶这个 应该顶一个最大了 顶一个最大 来黑的七十六 白的七十四 该黑白的下 就大概率就是盘面一幕 嗯 或者是盘面两幕 这有半幕 但不重要的啊 这里白的 这刚才有半幕 我没数 嗯 大概是斑毡 盘面两幕他立了 他是立的 无所谓 反 这一样吧 嗯 这个有区别吗 没去想的 他他就回头再管 啊 一样 我觉得没区别 应该是盘面两幕 这样的话 嗯 是一个 四幕半 四幕半左右吧 嗯 可以提前恭喜 党一飞了 第四次杀入决赛 啊 那最后的决赛 按照目前来看 这盘棋 应该是不可能有什么波动了 那最后进入决赛的应该是丁浩和 打一飞 而且好像就是明天直接就开始 啊 我不知道大家会更看好谁一点 哈哈哈 哎呀 我的感觉 我我觉得很难预料 嗯 我说实话 我觉得 首先这两位选手的实力太接近 对对对 其实就是这个三年辈特殊的赛制 嗯 我说我觉得与其说是看谁实力更强 不如看谁体力更好 我觉得他们谁今天如果去跑下步的话 明天获胜的希望会更大一点 哈哈哈 但是有一个有一个问题 开玩笑 那跑不跑的动啊 哈哈哈 啊 直接投了了 这里数目半就投资了 所以说也是恭喜党一飞 啊 再次第四次三个决赛 嗯 前面的三次呢 应该是一贯两压 啊 其实 夺冠率并不是那么高 对 看第四次能不能改写成两贯 哈哈哈 作为丁浩来说呢 是想从两贯变三贯 哈哈哈 之前是一二三年一年两贯 今年呢 呃 丁浩也算低迷了整一年了 对 而且 嗯 比较困难 然后在这个年底 三金杯他的相当于他的那个 幸运的比赛 的这个主场啊 再一次的 进入到决赛 如果他夺冠的话将是未免 成功 对 而且我觉得丁浩呢 他的技术特点是 经常是下到后面都已经接近中局的时候 他容易打勺 我看过他好几次了 有一次是跟柯杰 就是那个 为甲的总冠军 那要按 球员这个说法 那 那是不是就得看好阿党一点 有这个可能性 因为你要 就这么聊的话 这个中后盘 好像还是阿党更 更稳 好像很稳健 很稳健 如果说下到收数 那接近的话 我肯定是压党 而且今天我们看到 其实 他的这个后面太清楚了 最后虽然是打结 接近的权力 但是其实 这根本就翻不过去 你根本就翻不出来 好像没错吧 我感觉就还几乎是无错 翻不出去 直不到顶 对 虽然优势变小了一点 是的 但是 那胜负无关 是的 非常的扎实 所以 我可能还是占年长的党一飞这边多一点 虽然说我们看其实没什么压力 反正我们都是我们中国的记者 看好谁都行 对 是的 无所谓 好 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 再见